动物保护法已推动10年 但每年还有9万只流浪猫狗被捕后 走向死亡之路 如果不从源头减量 做好流浪动物收容管理 问题就会落入恶性循环 源源不绝 台湾流浪动物问题该如何解决 1月25号周一晚间10点 公示13频道我们的岛 将播出流浪动物之死谁知过 请不吝点赞订阅